大家好,我是Den 之前因为被所属公司老板施暴而引起争议的男团 今天再次爆料了所属公司的恶心 甚至还爆料被逼瞒着确诊新冠肺炎上舞台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10月11号,男团OmegaX对媒体表示 我们无法再与所属公司维持合约了 已经有多次向代表苦诉过精神上的痛苦 但是都被无视了 而对于之前的施暴事件则表示 当天在洛杉矶演唱会的时候 成员们在舞台没有照着屏幕上的字幕读 向代表以及所属公司传递感谢的信 所以才会生气的 然后也表示 当天代表将有恐慌障碍的成员前汉推倒在地上了 而当天被粉丝们拍到的现场影片被媒体报道之后 代表反而将责任推卸给成员们了 成员们接着爆料 代表不是练习时间的凌晨 也常常会要求通话一两个小时 也一直发送短信 如果不马上回复就会发火 导致成员们的恐慌障碍也变得更严重了 然后成员们也向媒体爆料 在今年9月28号 发高烧的四位成员进行了快晒 结果出现了阳性反应 但是代表隐瞒这个事实 要成员们以精神力来克服 并要求上第二天的演唱会舞台 但是最后确诊成员中的两位成员 因为发烧太严重而未能上舞台 但是另外两位确诊成员却被逼上了舞台 目前OmegaX的四位成员 因为恐慌不安症状失眠症 正在接受精神科的治疗 而对此 OmegaX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公司有正式的道歉 引起争议的代表也有辞职 这个事件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但是对于成员们确诊上舞台的事情 则是没有做任何回复 强迫成员们隐瞒确诊上舞台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是夫妻共同代表 怎么可能只有你代表有问题呢 好上火 真的是疯子们 歌手协会应该要站出来处理吧 这种程度的话不就是精神有问题吗 成员们怎么办 真的 先不说孩子们的爱恶梦想什么的 就是为了孩子们的人生 也要赶紧与这家公司切断关系的 对于OmegaX成员们的爆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非常亲切的男团保镖 大家应该看过很多次 爱恶梦的保镖非常粗鲁 暴力的对待粉丝们 或者是私生犯的影片的 但是今天Strakees的保镖 因为非常亲切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真的太洗脑了 这是什么呀 可可也太善良了吧 如果做幼稚园老师的话 真的会大发的 这种程度的善良 就当成是对成员们说的 也会有人相信吧 哇 几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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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个道理 等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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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